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问一下新门医生 日本人觉得花钱看医生还不如吃味噌 所以从早到晚吃味噌 然后从简单的凉拌菜或者是汤菜 或者有些人把味噌当调味料 当盐巴使用 或者当腌制的这一个素材使用 各式各样的做法很多 那味噌一般而言主材料是大豆 黄豆 那当然它经过发酵之后 它的那一个豆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在 可是它就会产生其他的营养素 那日本人的用味噌 固然有它这一个饮食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可是味噌确实也有抗氧化养生的一部分 像如同刚刚主持人讲的 其实在味噌里 它是用我们的豆制品去做发酵 因此它又含有豆的好处 并且含有发酵的好处 所以你大概可以去这样去思考 为什么味噌对日本来讲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下 味噌的一些基本的微量元素有哪些 例如我们以100克来讲 它其实含有富含纤维质 它富含矿物质 钙跟酶 另外呢其实它含有的是维生素K 维生素K跟我们一些心血管的凝血 有一些关联性 并且维生素K也可以帮助我们 把钙质吸收到我们的体内 另外我们讲几个比较像是比较大的一些元素 例如几个东西 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大豆液黄酮 这也是很多更年期后 或更年期前期正在做这个准备的人 他其实会特别去服用大豆的原因 那有些人服用大豆 其实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状况 例如胀气 这时候其实你就可以透过 发酵的味噌来服用 就也可以摄取到这个东西 除此以外因为大豆里头 其实富含一些蛋白质 当我们在味噌的这个 发酵的调味过程中 我们可以把蛋白质变成 比较好吸收的氨基酸 所以其实为什么你会看到 其实日本人很多人 其实是有胃的问题 他有胃的困扰 他不能吃大豆的时候 他就改和味噌 那讲到为什么日本人 有这个胃的困扰的时候 比较不适合吃直接的豆制品呢 这跟因为豆制品 可能很多人听过 豆制品容易产生胀气有关 我这边分享一个 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过 但是其实发生率很高的 一个小小的疾病 这疾病叫做功能性消化不了 大概几个定义 第一个就是 你时常会觉得 我吃饱饭后 我肚子就好胀 然后这个胀气感 其实我们很常在 年轻女生 很常会听到这个症状 第二个是你觉得 时不时我就肚子痛 那肚子痛跟胀气 其实很容易被想到的是 胃食道逆流 或者是胃溃疡 可是他去做了检查之后 还是发现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然而这个胀气腹痛 不是一天两天 连续超过三个月 这种情形其实有时候在医生 他在看完跟确定没有这个 胃镜检查是正常的时候 就会给他个名词叫 功能性消化不了 但是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呢 因为腹痛跟胀气 其实你上网查 很容易就查到 跟胃病胃癌有关 我曾经就遇过一个 三十几岁的女生 其实他就是这个 所谓的功能性消化不了 但他因为一直以来 腹脏的问题 他其实查了很多文章 不敢去做胃镜 把自己吓得要死 后来到我们再来之后 其实在这个之前 他已经吃过非常多种的陈药 但是因为效果一直不脏 我终于鼓励他去做胃镜 当排除了胃溃疡 胃癌 胃食道逆流的风险之后 他放松了很多 然而问题来了 所谓的功能性消化不了 在临床上 我们可以怎么治疗他 简单来讲 我们基本上是用症状治疗 也就是我给你一些 症状治疗的药 消一点胀气 我让你的肠胃到比较舒服 所以很多病人就会落于 他到底要吃药 吃一辈子呢 还是我该做什么调整 这个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透过饮食上 减少避开胀气食物去做调整 如果你是很像我讲的 这种功能性消化不了 我蛮鼓励你 可以试着至少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把以下这些食物减少摄取 减少到多少 至少三分之一以下 甚至五分之一 最好一个礼拜都不要碰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是淀粉 蔬菜 我们认知好的东西 甚至还有一个就是豆制品 它们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认知 会产生胀气的食物 然而呢 我们在临床上 真的蛮多病人 他吃豆制品会胀气 可是他很希望要 豆制品的这些所有的好处 我就会推荐他 其实用味噌来做取代 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刚刚听完有消化 有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人 你又好想补充豆制品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好好听这一集 如何把味噌加入料理中 那我们刚刚其实几位医生 其实都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豆制品在针对更年期的女生 很多人就开始去接触 比较多的豆浆 豆制品的东西 那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更年期有些人希望他可以 在荷尔蒙低下的时候 我们透过一些食料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磁吸素补起来 然后让我身体 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更年期的症状 但这边要特别提一下 更年期症状最明显 最明显 大家知道你更年期到了 其实我们会透过女孩子 每一个月会有一个月经的时间来看 在这一次月经结束到下一次 就是都没有来 超过一年以上 我们就会认为 你更年期到了 但特别提醒的是 其实有一群人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这群人通常他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更年期 他的名字叫做更年期前期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的荷尔蒙 他并不是说有一天他罢工或退休 他就退休 他有些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 软巢分泌这些雌激素 会有一个不稳的时期 这时候你可能会观察到一些线上 例如我的月经变得比较短 或者我时间久才会来或短才会来 但这个时候你医生在问你 那你月经状态这么正常 你可能会很惯性的说正常 因此延误了 他可能其实是更年期症状的治疗 我曾经就遇过一个人 他其实真的算是比较早 40出头岁 那他其实他的症状是 他常常会夜间倒汗 而且是倒汗全身湿 另外第二个症状 他最近密尿到感染的非常严重 那这两个症状 其实他看到夜间倒汗 他比较害怕 因为你可能 他现在网路很发达 你一查就会说 可能跟癌症 跟一些感染疾病有关 因此他就去了这些科别 做了治疗 也确定了没有问题 然而他困扰了很久 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的时候 刚好就到我的门诊来 后来我一听完 我再细问他的 月经来的症状 就发现不对 他其实是所谓的更年期前期 那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些饮食治疗 其实就是豆制品 吃完之后 他其实这个症状 真的就有稍微收敛一点 他的生活也比较回复到正常 那我们要问的一个 很多人会问我们一个问题 因为豆制品既然它是雌激素 那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 会说雌激素也不能一直补充下去 因为你补充下去 可能会有一些女性的癌症 比如说乳癌 子宫内膜癌的风险 那其实这边我们要帮豆制品 去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厘清 在以目前的研究上来讲 其实会观察到豆制品 似乎其实反而不会增加 这些癌症是相反的 会减少这些癌症 这是在一些观察性的研究发现 欧美国家跟亚洲国家 你会发现亚洲国家 比较喜欢吃豆制品 乳癌的发生率 欧美国家似乎比较高 第二个研究 这个研究也算蛮大型 它是4万多人的一个 美国的研究 这个研究总共追踪了14年 我们先看第一个 它讲的不是乳癌 它讲的是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癌 它就把它分成亚裔 美国裔等等的 日裔等等 它就发现 美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里头 的这个子宫内膜癌风险 比较高 因此它就做了一个长久的实验 这实验最简单的就是 它去统计 每一个人吃到 含有大豆义黄酮的食物 简单来讲就是豆制品 它的一个比例 你就会发现很特别的现象 当你大豆义黄酮 摄取的比例比较低的人 其实你得到的子宫内膜癌 发生率比较高 相反的随着你吃的越来越多 好像它有比较明显向上升的状态 那当然了 我自己很多病人就问我说 那根源起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要超级大量补充 我还是说食疗基本上都OK 但是大量食疗 有时候也会变成太高的脊梁 所以如果你的本来喝牛奶 你就改成豆浆 你本来只是吃一块牛肉 你就改成豆干 利用这样子简单的转换 而不要大量摄取 其实基本上在更年级后 吃豆制品是很安全的 那新门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一般而言味噌比较偏咸 所以血压高的患者要酌量 尤其如果天天大坏多疑的话 对于控制血压跟控制含蜡量的摄取 要特别小心 对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其实味噌有很多好处 但是以下这些好处 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因为其实在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都是跟味噌有关的好处 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 有一些好处其实在网路上流传 但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的真 举三个 网路上有流传过 我其实看完之后 我自己也蛮困惑 会有人相信吗 可是第二个 我觉得蛮有人会相信 第一个就是喝味噌可以排除辐射 我们必须要说 其实我们吃任何食物 对 它是 对 比较难 这个很难啦 你吃任何食物我猜都很难 我们医生在开刀的时候 有辐射我们都要穿牵绊 那你觉得味噌可能可以吗 当然它的机会是很低的 第二个是最常被我的病人问 他就说 味噌好像对身体有调节体质的作用 尤其是调节我们身体的酸碱质 我们要特别提一下 不管你吃了什么东西 我们身体会透过我们的呼吸 透过我们的肾脏把酸碱质平衡掉 所以当然你吃的东西很酸 你会让你肾脏跟肺脏加班 但是你的血液 基本上 只要你肾脏没有问题 会维持在固定的状态 所以这个的期待值请下降 它可以调节身体健康 但是酸碱质可能没帮助 第三个我个人就见仁见智 因为其实这个我猜来源 是来自日本人 有时候一早会喝个味噌汤 所以他们就觉得 喝味噌汤有洗脑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理论没有完全错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建议 如果你早上要有精神 你要来一个好完整的早餐 那对日本人来讲 味噌汤其实是完整早餐的一部分 所以是这样子 可能原因是这样 但是以我们的台湾来讲的话 可能大家比较常 早上是一杯黑咖啡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隐藏版地了 我们今天比较少提到 还是有提到 就是味噌的钠含量真的高 我们刚刚这样小小的一个碗 它是100克的这个味噌 它里头可能会高达 3000多毫克的钠 那我们一天的那早就 如果你这一整晚都有你一个人 把它喝光光 你早就超标 我曾经有一个男生病人 他是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风 中风之后 他就开始重视自己的健康 其中有一个他一直很困惑的是 医生说你的三高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通通控制好哦 他本来两个都有控制 其实我血压最近怎么一直高 他来找我的时候 后来我们经过很长的讨论 才发现一件事 他的太太是日本人 在日本人的心中觉得味噌是个 很健康的东西养生抗癌 他觉得中风就是个慢性病 可能身体就是属于不正常的状态 所以他就很好心地 每天帮他早中晚都准备味噌汤 后来我们找到 那有可能是你味噌汤 真的喝过多了 一减少之后 其实血压控制就变得稍微 比较稳定一点 所以虽然味噌有很多好处 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用很多 不同的食材去做搭配 也是对好的选择